建安九年 袁绍去世后 其二子兄弟系强 长子袁潭 打不过幼子袁尚 竟然派人与曹操 结为儿女庆家 结盟对付弟弟 袁尚大怒 决定让外必先安内 令其别家审配 大将苏由留守夜城 而自率精兵 再去攻打袁潭 可他前脚一出门 曹操后脚 便赶到了 派兵围困夜城 袁尚拿不下袁潭 又后方着火 只得回救夜城 却被曹操一锅端了 而这边袁尚 前脚刚回救 谋士郭徒 就劝袁潭趁机返曹 收取夜北之地 并表示曹操远道而来 良想不济 一字退去 即便不退 道师主公坐拥 赵国以北千里沃土 也足与曹军对抗 于是袁潭引兵向西 接连攻取甘陵 安平 国海和尖等 冀州北部郡国 继而攻入中山 正好撞上 袁尚兵败逃来 于是冲上去 一通狠揍 袁尚一败再败 底库都快输没了 再也无心争霸 只得逃到古安 投奔二哥 幽州刺史元西 这样袁潭就发财了 趁势将袁上的残部 全部收编 然后回军至龙凑安营 曹操不怒烦喜 古早之袁潭之 有小记也 欲使我攻袁上 得以其贤掠民俱众 上之破 可得自强 以成我必 此大谬也 上破我胜 何必之成乎 于是写信严厉谴责 袁潭违约 并与之断绝联姻 将其女打包退货 然后出兵尽讨 12月曹军进入平原郡 袁潭果然不敌 只得逃回青州老家 北奔至南皮退守 严清和布防 南皮的意思 是南面的皮革城 乃东周古城 为其还宫 为伐山戎所住之 军需皮革基地 自古为军事重地 一守南宫 袁潭敢于赋予顽抗 也是凭借于此 建安十年正月 曹操集合大军 前往南皮 与袁潭展开决战 此战 不仅张辽 曹仁 乐晋 于晋等曹军名将必急 嫡系进出 就连乌环校尉 严柔和右渡辽将军 先于府也带着北方部队前来相助 并奉上鲜卑名马 以加强曹军骑兵实力 但即便如此 这场仗 还是打得异常艰难 原来 实质数九寒冬 清和尚结了 一块一块的伏兵 根本无法通传 曹操救命 本地百姓帮忙敲兵 百姓多有逃逸者 曹操大怒 打算派人捕杀 百姓得到消息 忙跑回曹营自首 曹操看到 成黄成恐的老百姓 心中又不由一软 叹道 若不杀儒等 则无号令不行 若杀儒等 无又不忍 儒等快往山中藏壁 修备我军事擒货 把他们都放了 百姓皆垂泪而去 百姓都跑了 曹军也只好 自己冒着风雪凿兵 等终于通了河道 精兵也成疲壁之师了 袁潭则以一代劳 平显坚守 城上滴水成兵 难以攀附 曹军士兵则又动又累 手脚僵硬 行动迟缓 结果功成不利 多有死伤 在这种情况下 曹操就想先退兵 等天气转暖后再说 诸将都表示同意 只有一人站出来高声反对 不可 金千里远征 进步能克 退避丧危 且悬尸深入 难以持久 我虎豹齐愿立战城下 必可原贼 誓死不退 曹操回头一看 原来是曹仁的弟弟曹淳 此时正以一郎参司空府军事 并统领着曹操的直属特种部队 也是曹卫历史上最精锐的部队 王牌中的王牌 虎豹齐 这支骑兵可以说是曹操的心肩宝贝 一支精锐的中军素卫部队 一则可以保卫指挥部的安全和机密 二则可在战斗最紧要时可投入最强战斗力 以打破僵局出其制胜 三则可给其他部队树立标杆 与必胜之信心 孙子曰兵无选锋 曰北一支能打硬仗的军队 必有坚强的核心部队 这个核心部队就是这支部队的灵魂与力量源泉 于是曹操先后建立了两支素卫精兵 一支维部兵及徐楚所率领的数百虎师 皆选自武艺高强之游侠剑客 另一支则为骑兵及曹淳所率领的数百虎豹骑 豹骑早已有之 虎骑则为官渡之战俘 或援军马铠后创建 此前援军有三百马铠 曹军则不过十句 虎豹骑即为天下萧锐 其所配战马当然是优中选优 武器装备也代表着汉末最高水平 其成员很多都是从百人江中悬补进来 至少都是连级干部 就连日后的大将军曹真 大司马曹修等曹二代名将 也都曾在这支军队中服役锻炼 可见此部队级别之高 已经到了骇人之地步 而曹操选曹淳出任虎豹骑统领 一则他是自家人 二则是他重刚技 好学问又为人豪爽 善辅序人心 三则攻马贤熟 其数非凡 可谓文武双全 威望甚重 以牛人统领牛人再合适不过 既然曹淳都发话了 其锐可用 于是曹操便让虎豹骑压阵 鼓动全军再攻南皮 然而从早晨一直站到中午 毫无进展 曹操怒了 冲上前去 亲自擂鼓 一声声敲劲 士兵们寒冰般的内心 温暖的正午阳光又照下来 将大家僵硬的手脚慢慢解冻 至此热身完毕 曹军迅速从冰冻状态下复苏爆发了 没多久先锋乐进 便率骑东郡兵攻破了南皮东门 袁潭急从西门逃窜 于是曹淳率骑 精锐向西追袭 袁潭疯狂奔逃 跑得头盔都丢了 仍批发驱驰 保命要紧 西乎骑术不惊 惊慌之中 竟然坠马 虎豹骑上前 将他围住 可这位公子哥 躺在地上还在白谱 头枕双手大叫 而过我 我能富贵乳 言为绝口 头以断地 送给曹操领赏 富贵现在就可以自己取 还要你给吗 曹操大喜 盲重赏 有功虎豹骑 又命人 武吹军月助兴 自己则站在马背上 老夫辽发少年狂 得意忘形的 手舞足蹈 曹操随后 进入南皮城 第一件事就是诛杀 原是奸臣郭图全家 三国时期 有很多极强的精锐部队 但只有虎豹骑在历史上留下了赫赫为名 为何呢 很简单 因为历史乃胜利者所书写 虎豹骑身为大卫最强部队 数十年来未尝一败 如此一 虎豹骑立展圆坛 只是小事伸手 之后 这只静旅又随曹操四处征战 被迫乌环 斩杀乌环 蝉于踏顿 南极荆州 一昼夜行三百里 追杀刘备 西寇同关 助曹操反败为胜 击溃了马超 寒碎的西凉铁机 而其他精锐部队 如高顺县阵营 全军覆没于曹操征徐之意 公孙瓒的白马一丛 则在戒桥一战中 完败于袁绍的精锐部族 袁绍之先登营与大几世 更全在关渡之战中灰飞烟灭 蜀汉之白尔兵 与吴当飞军 又因蜀汉不至史观 而面目模糊 东吴的谢凡兵则战绩不显 只有战无不胜的虎豹旗 在曹魏的历史上光芒四射 一路所向披靡 建安十五年曹淳死后 曹操左挑右选 觉得谁都没有能力统帅这只虎豹旗 无奈只得亲自来担任统领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